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事林官邸已经相展前的联访中 台北市长蒋王安表示 针对深坑大火恶臭引发明怨 他已经指示副秘书长 2月22号一早 即召开通报机制的协调检讨会议 针对异常以上灾害未满的情形 外来将要求一律通报 而且是做到复事通报 就像前天晚上1999已经发现异常 有回报给族的居处 但是在灾防群组却没有一则讯息 所以异常以上灾害未满情形 一律要求不管是不是处责 一律通报做到复事通报 那处责机关第一时间即刻去处理 回报横向联系 提供给市民朋友应有资讯 蒋王安强调 宁可管多不可管少 他要求所有人在工作岗位上 要更鸡婆一点 至于这一起事件 哪些机关该负责 蒋王安表示 每一个相关单位都要检讨 他已经要求一周内提出检讨报告 层处层级不设限 也要持续强化与其他县市间的沟通 一起联系 每一个机关相关机关都要检讨 我想在这一次不是任何一个机关 而是各个机关 不管是环保局 民政体系 消防局 等等 教育局 学校方的通报等等 我们会全面通盘检讨 一周内会有一个详细的检讨报告 我们其实也会将这一次检讨的机制 透过季北北淘平台 来跟各县市来分享 同样的我们也都会持续强化 跟各县市之间的活动跟联系 下午讲完也特别到文山区公所 视察深坑火灾后空屋应变处理最新进度 除了未免同仁辛劳外 也要求各局处及12个区公所 以这一起事件作为警惕 建立当者的态度 确实做到提高警觉 相互提醒 追踪处理三大原则 绝不容许再有至少门前雪的心态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在台北市长角湾 与远道而来的日本立坡市市长 夏野修等人共同揭幕下 2024年士林官邸 玉金香展浪漫展开 由14万株近30个品种的玉金香 所组成的花海 吸引了包括台北市议员 秦桑树在内的武术人潮前来拍照赏美景 还有民众特别带着宝贝毛小孩入镜 直说好看又好拍 你觉得今年玉金香开的 超级漂亮的 而且很近很好拍 欢迎大家都来拍 玉金香感觉特别漂亮 因为天气很好 玉金香都盛开 所以在开幕的当天 就看到开的非常美丽的 各种颜色玉金香 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花展 是值得大家来观赏的 台北市长贾安也在各个展区拍照打卡 沿途受到民众热情欢迎 贾安表示 在北市府同仁克服台湾气候环境限制 与种植技术 加上日本荷兰等玉金香原产国支持下 整个市林官邸花团景畜 美不深收 充满异国浪漫氛围 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 开春的花之饗宴 这次我们也邀请在地 我们特别邀请花莲风冰箱 撒不可照老师 是非常知名的地理艺术老师 规划了一个特别园区 那另一方面 我们也谢谢利波市 这一次规划了有一个展示 叫做风神的祈愿 也就是希望日本风神 向给台湾一切顺利的祝福 玉金香展六大展区 除了大门口呼应元宵节制作的 大型玉金香花灯 以及与日本力波市合作的 风神的祈愿展区 还有由花莲风冰箱地景艺术家 薩布格兆所创作 以水流为主题的主题园区外 配合农年到来 主办单位还规划一座 由立体花墙组成的 微型迷宫羽龙相遇 希望让好运隆终来 往大门走进来 到露天音乐座前面这个风神的祈愿 这个玉金香是来自日本的玉金香 是比较少见的 那此外也推荐大家到 与龙相遇这个展区 因为其实一入门 大家就可以看到立体的玉金香花墙 此外还有大片的玉金香花 当然也配合龙年 所以您可以在这个展区 找到一只可爱的恐龙 欢迎大家来寻找 在西式庭园世界好运 则集结了各国庆典文化特色 让展区充满浓浓的祈福氛围 这个展区叫世界好运 我们其实集结了五个国家的好运 除了刚刚提到的 台湾的祈福的天灯跟灯笼以外 事实上还有集结了 北欧的金尾巴 还有这个西班牙的十二颗葡萄 还有这个荷兰的风车 还有这个就是海神 西班牙的海神节的这个象征 事实上就是带给大家 一些好运的象征 那祝福大家来赏玉金香 好运都跟着你来 祥安开心的与士林国小学童合照 这条光之廊道上方挂满了 由士林国小学童绘制的灯笼 配合元宵节 2月24号 2月25号两天 士林官邸首度延长开放到夜间十点 灯笼加上天灯花灯 将闪耀整个士林官邸公园夜空 那今年我们也特别把展期延长到3月3号 另外我们好像24、25号晚上 也会延长开放到十点钟 我们通过灯光的投射 大家来士林官邸跟玉金香 又别有一番风味 今年配合灯节 在对面的西式庭园也有一些天灯跟灯笼 那特别在24号跟25号晚上 有开放到晚上十点 这可是首次独家线 就是特别开放的时间 欢迎大家在元宵佳节 来一起猜灯笼赏花跟赏灯 2024年玉金香展 从即日起一直到3月3号为止 由于今年气候甚佳 园区玉金香花开得比玉琪要好 欢迎国人把握机会 一起来士林官邸 感受梦幻花海所带来的浪漫美景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小朋友专注的将手中的红色纸张 上头还印有金色图案 以及聪明伶俐 身体棒棒 大吉大利等祝福语和吉祥话 一张张折出造型 再组合成立体灯笼 爸爸妈妈也帮忙一起组装 像是糖果造型 又充满喜气的灯笼就完成了 元宵节即将到来 大同区公所邀请哲纸艺术家 蔡丽娟担任讲师 教亲子制作哲纸灯笼 透过哲纸启发创意 并借由亲子合作 拉近彼此距离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主要是希望透过亲子合作的方式 然后一起来做灯笼 我们今天参加的民众 都是透过亲子 两两一组的方式 希望透过亲子合作的方式 然后在我们的元宵节前 一起同游 一起同欢 折纸灯笼的这些活动 那也希望在元宵节前 透过这个活动 亲子间可以互相交流 然后将我们的 比赛的距离能够拉近 那最后再保持着这次的成果 也就是我们的首座灯笼 能够在我们的台北灯节 大同区区长方月琪表示 则指不仅能提升专注力 观察力和创造力 培育自信心和成就感 是最经济的娱乐活动之一 也希望借由亲子同乐 欢庆元宵 玩创意首座纸灯笼 人口政策宣导活动 展现市府及区公所 对于亲子及家庭的关注和承诺 营造充满活力的城市环境 记者领袭会台北报道 中秋节吃月饼 端午节吃粽子 不过您知道七夕和中元节 拜拜要拜什么食物吗 民以食为天 每个传统节日都有相应的 贺杰美食和文化习俗 跟着节庆逛市场特展 特别将东山水街市场 具有特色的传统商品 带进特展室 让端午节的粽子 中秋节的月饼 冬至的汤圆 过年的年糕及年货 轮番登场 从传统节庆去认识这些 逐渐被新时代遗忘的台湾味 我们这一次跟着节庆逛市场 这次展览特别是针对我们旁边的 东山水街市场一起合作 我们常常逛传统市场的经验 其实是对我们这些小朋友而言 甚至大学生 他们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们透过这次的展览 然后让他们认识市场里面 到底可以有哪一些东西 跟我们日常生活很贴近 那特别是我们透过节庆 这样的一个概念 尤其现在还是行春期间 他们到市场里面可以去逛 包括什么超花柜 或者是一些火跳墙 或者是有一些年节的食品 那这些食品都可以在市场里面找得到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不只学习到了这个蔬菜的知识 营养的知识 甚至包括这些从餐桌 从产地到餐桌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如何让我们这样的一个市场 透过这样的一个节庆 然后认识 特别是我们在地的 共山水街市场 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亲子市场 我们展览大概分为五个面向 包括有这个节庆的介绍 包括节庆要吃什么 包括山水街的市场 跟一般传统市场 跟一般批发市场有什么不一样 还有市场的一天 还有一些我们现场首座的一些体验的活动 都欢迎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参观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春节 你看马上我们就要过元宵 然后有这个什么重阳啊 中秋啊端午啊 这些节庆啊 真的我们都可以学习到 他们在我们文化之中 那种脉络那种典故 学到之后 跟着就去逛市场 我记得我小时候真的 好喜欢跟着爸妈去逛市场 为什么 因为市场里面就有好吃的 有好玩的 我们万华这边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边在地的美食 也非常的多 那在这个理事长大力的推动之下 我们这个商圈啊 真的是多采多姿啊 好玩好吃的特别多 那今天结合这样的一个主题 我想可以让更多人来认识 我们这个万华当地 我们在地的这些美食跟文化 我想今天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现场还展出多件东山水街市场店家提供的展品 包括蒙甲大风鱼丸 炸物用的绿勺 林金紫杂货铺提供的砝码秤等 并介绍台湾一般常见的节庆 和这些节庆有关的传统活动 比吃食物以及有趣的冷知识与小故事 端午有一个另外端午节 另外有一个名称叫做五月节 对不对 这个是五月节 因为五月节五月节 这个就是古早人你说的五月节 但是现在叫做端午节 所以这个就是七虾 因为我妈妈以前非常重视七夕 因为七夕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拜 因为我们以前辛苦 吃得不好吃 贵地贵地不好吃 那还有一个是中原 中原节 中原在五乡下一定要拜一个东西 肌掌 肌掌 就是肌掌 那个时候就是中原节才有的 平常一般不会太重 减重 减重 为什么 因为减重跟肉掌 那时候就是 破斗 不度 那家家户就会不 那减重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 在中原节的时候 展览从即日起 自三月十七日止 在台北市商土教育中心展出 透过丰富图文展示 完整表达传统节庆 与美食文化的连结 与其背后的寓意及故事 让民众认识在地饮食文化的同时 加深对本土文化的关怀 延续台湾古早味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导 动感热舞表演 展现运动的利于美 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 将在明年五月份举办 相关筹备工作也如火如土展开 台北市政府与新北市政府 正式对外招募赛会所需 一万两千名志工 第一波已累计3600位志工投入赛会服务 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 与新北市副秘书长龚雅文 也手拿市壮运吉祥木娃娃 号召民众加入志工行列 因为在疫情没有举办市壮运 那这次呢很特别 又是刚刚主持人讲到是第一次 在亚洲国家举办 我们要不要把它办好 一定要 因为第一次在亚洲哦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让市壮运在亚洲的国家 让大家看到我们双北的能量 而这个部分就要非常感谢 因为其志工就是一个活动 举弹能否成功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 在过去其双北办过各种的运动赛事 都是靠大家帮忙 不然从听澳 从市大运 甚至呢花博 那反正新北办全国运等等 各式各样的运动赛事活动 都是靠志工 那这次因为非常大量的来自国外的朋友 所以我们这次不只是需要场馆志工 也需要行政志工 也需要语言志工 所以我们总共需要一万两千最少 最少最少要一万两千位志工 那今天呢 其实到目前为止 蜀文局长跟我讲说 我们招募志工已经也达三千七百位左右 所以希望能够在很快的时间 在今天启动招募 我们很快就可以达标 那我们已经充满能量了 这给大家看 但我们这会有一个正式的 一个吉祥物 那非常非常可爱 但这还是一个第一支 我们还在改良中 还在改良中 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北字 那两个颜色就代表双北 所以我们再来从今天开始 一波接一波 会有很多的活动 也希望市民共同响应 那实际上在双北的一个团队 这样的一个合作末期里面 我们非常有信心可以在明年的市状运上面带给大家 真的不只是在赛事的各项的安排 我们结合了观光文化还有国际交流 那上次在上礼拜 我们要用我们的热情来邀请来自于世界各地 那我们预期 我们希望能够邀请到超过110个国家 预期也超过应该有4万的参与 那但是这件事情真的 真的如同我们今天志工的启动一样 我们在所有的赛事和活动里面 其实在所有的一个场合里面 除了我们参与活动的选手以外 最美丽的身影一定是我们所有的志工朋友 所以我们需要大家共同一起来参与 那而且实际上透过我们的志工朋友 其实可以达成我们更多 其实在竞技场上面以外的 一个友谊的一个连结 所以真的是需要靠大家一起来帮忙 社会局长姚淑温表示 志工服务将分为场馆行政 及语言三类服务 以30人以上志工团队团体报名为优先 个人也可以透过台北市志工管理 整合平台线上报名 我们这次是来自于国际的下一次 所以在语言的志工的部分 其实需求是很多元的 那除了一般我们可能理解的英文之外的话 包含话文德文或是其他相关的一个列别的一个语系的话 我们都欢迎来参加报名我们的语言志工 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 我们希望至少招募一万两千位的一个志工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上 我们希望能够越多越好 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到我们十月为止 如果重视超过之后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志工的力量能够越来越强大 只要年满十六岁 不论是学生或社会人士都欢迎报名 串联各路英雄好汉 心怀世壮运 投身志工服务 共同成就一个友善赛会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和五十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在民众党主席克文哲 立法人黄珊珊 市议员陈又诚 何梦华 雀梅沙等人共同主持下 由内湖科技园区发展协会发起的千人捐血活动 2月21号正式起跑 迈入第十届的这项公益活动 累计资金已经有超过一万五千人次响应 捐出两万两千代热血 内科园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廖全平希望 这一次能募集到四千代血 我们内科千人捐血活动从108年7月 也是科主席当市长 我们发起了 那一年两次 那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差不多有13家企业大楼共同参与 到现在的32家 那我们在第九届 累计一到九届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差不多将近一万五千年次来捐血 我们总共捐了将近两万两千代的热血 我希望这一次的捐血能突破四千代 来打破我们以往的记录 那我特别要呼吁 在内湖地区的好朋友 尤其在内科上班的好朋友 一定要利用这三天的时间 我们内科总共有30多个点 来供大家捐血 大家勇烈来捐血 一带就移民 在台北市长任内 及鼎力支持这项 捐血活动的柯文哲 也以医生的角度强调 捐血对整个医疗体系 有很大的帮助 台湾捐血率是世界第一 不过近年来却有下降的趋势 因此呼吁国人一起踊跃兼热血 也期盼这样有意义的公益活动 能成为内科园区的传统 一直败下去 台湾的捐血率 大概已经是全世界最高 差不多8.08 就都大概在一年内 我们总人口里面大概有8%的有捐血 所以这比例是相当高 不过这几年的数据看起来 20到24岁反而在下降 当然这个原因 我猜很多啦 比方说当兵就减少了啦 或是学生没有像以前那么踊跃啦 所以这个捐血 我想对整个医疗体系很重要 所以还是要鼓励大家 如果可以的话捐血 那这个活动在内科特别容易成功 因为这个地方年轻人特别弱啊 台北市政府在绿运输等议题上 都希望与内科协会密切合作 打造更宜居的内科 内科长期以来对于 企业社会责任上面 配合市政府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捐血是一部分 那在市场上任之后 也跟我们的内科 这边来研究 所谓的绿运输的ESG的部分 也得到很多回响 当然Core姐也非常的热心 现在我们也在规划 除了陆路以外的 另外交通运输的可能性 我想还有很多很多 无限的可能可以去激发 可以去激荡 未来我们都会跟内科协会 一起来努力 我们一起来把内科 打造成一个 适合就业 适合居住的一个更好的区域 这次千人尖血活动 将持续到2月23号 总共有32个点工民众尖血 主办单位也提供了 爱心尖血好礼及摩采活动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晚秀尖乐鞋 记者张旗潭台北报道 好 稍微看我们右手 载着土地宫的神教 走进南方的天炮镇中 火光四射炮身融螺 天日明白 震撼剧十足 魅虎延宵节传统盛世 月亮土地宫 2月24号晚上将登场 由当地信仰中心 县头福德池的福德正神 乘坐省教 沿着金融路 成功路 新云街 及内湖路二段 一带绕境祈福 沿途店家与信仲 则用成堆成串的鞭炮 热情欢迎 由于预估今年鞭炮数量 只会多不会少 为了让活动顺利进行 庙方与内湖驱公所 及分局方面 农历年前就已经多次 开会协调 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至于游客要如何安全地 参与这项百年盛世 除了戴上口罩 护目镜耳塞 及穿厚一点的外套外 从小参与的当地 内湖里里长许昌华 也分享自我保护的小撇步 光看内湖老鸡的鞭炮文化 它基本上是 算是很安全 但是你们 我们从小玩到大 就是有这个概念 鞭炮在你面前 攔起的时候 你自己要小心 就是说你的面 赶快向后转 由背部来承受 这个鞭炮炸开的 那个瞬间 那这样的话 对你本身都会非常安全 这个是游客大家要稍微了解 要稍微小心一点 除了震天乍响的鞭炮 下午三点即开始的镇头的民俗文化表演活动也是一大看点 今年还新加入当地国小学生的独轮车 目前庙方规划有三个镇头 一个今年是龙年嘛 增加了一条舞龙在这边做表演 还有电音三太子来制造我们整个节庆的欢乐 还有那个开路股 那目前还有增加一个那个 我们新入国小的学生 他们有24台独轮车 也要加入游行行列 也来做做表演 所以说很多游客 我是建议你们可以来参观这表演 他大概一个多小时这些镇头表演完 你们可以顺道了解一下土地公上神教的一些仪式 晚上十点过后 内湖夜龙土地公的活动进入最高潮 信众用盛大的鞭炮阵迎接绕祈福队伍 回到县头福德池 经过炮阵洗礼几个小时的土地公神尊 往往需要沐浴近身 除去鞭炮穴及灰渣在路庙安坐 这时候土地公的洗澡水 及神教下的鸭教精 就成了信众争相索取的吉祥物 大概是有民众拿到他的洗澡水 感觉他整年度的感觉非常的 身体比较健康 事业比较顺 所以说他怒庙 神教怒庙的那个时间点 土地公在洗温水澡的时候 很多民众抢在这个庙前 就等着要抢那些沐浴水 那还有他的神教 他叫着土地公坐在的位置 底下会垫了一些金子 大家很喜欢抢那 鸭教精 是大家喜欢抢的 还有这是沐浴的水 几乎每年 为了让这项百年传统文化活动 顺利进行 2月24号下午三天起 内户警方将在活动区域周遭 及绕境路线 分阶段进行交通管制 台北市公车也有多条路线 将配合改道行驶 提醒驾驶人 与搭车民众注意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透过阅读可以穿梭在不同世界 探索如海洋般广阔的知识 也激起了每个人心中文化与思想的浪花 总统蔡英文为台北国际书展开幕站台 强调这是多元文化洋流交汇的重要时刻 台北国际书展为我们呈现浩瀚的书海 也是多元文化洋流交汇的重要时刻 很高兴今天可以和这么多的爱书人 以及出版业界的好朋友 齐聚一堂参加这场盛会 随着数位科技的发展 阅读的方式和媒体也正在改变 为了鼓励数位阅读 促进出版业的数位转型 文化部已经扩大数位出版的补助 并且在去年推出了 扩大电子书记次借阅服务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合作之下 每一次的借阅都能够回馈给出版社跟创作者 促进了数位出版和阅读的正向循环 那么这项服务上线以后 使用人次就要去年同期成长了两倍 另外政府也透过优化图书馆的图书采购 以及增进实体书店的营运等策略 支持实体书的产业和发展 文化部也以文化黑潮计划 让台湾的文化和艺术持续走向世界 还有我们在去年推出的文化币 今年有更扩大适用的对象 从16到22岁都可以领 我们也要在这里宣传一下 在书展用文化币买书 还有点数加码的回馈 台北国际书展是东亚地区 在开春之后的第一场国际书展 今天在现场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大使和代表 各位都是多元文化的照浪者 丰富了台湾 还有我们台北的国际书展的知识力和文化力 那么今年的书展的主题是荷兰 荷兰与台湾是共享自由人权价值的民主伙伴 我相信透过书展的交流 我们双边的伙伴关系也会更加的紧密 台北国际书展是台湾出版界的一个年度的盛事 从1987年开办到现在以来 其实非常感谢我们国内所有出版界朋友的支持 因为台湾这种尊重创作的一个自由 还有一个多元社会的一个发展 我想台北国际书展是当前华文世界中最多元 最自由的一个书展 这一部分是毋庸置疑的 那今年的书展主题我们是阅读照浪 那主题国是荷兰 所以这边文化部也要特别感谢我们荷兰官方 还有我们驻台代表处的一个协助 精心策划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展览跟多场的讲座 也邀请到荷兰当代非常著名的重要的作家能够到台湾来 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国际书展的一个文化交流平台上面 这个是可以让台湾跟荷兰从1624年当时400年前的相遇 然后在今年我们可以重新用出版用文字 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再度的重逢 那也可以让我们台和之间的认识跟交流更深一层 我想因为台北国际书展它不只是一场书展而已 它其实呢是台湾的这个文化创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场盛宴 而且是一个连续六天的盛宴 它是一个它是这个Spotlight of our creativity 是我们文化创意产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探照灯 让我们看到了我们长期的积累 还有这个新的创意会不断地产生 它也是一个这个beacon of our future 其实呢对于我们未来文化创意的产业 可以在如何的这个深跟如何的发展 那在我们在这个书展的现场也都可以看得到 虽然这个市场会起起伏伏 其实持续让我们能够走下去的力量 就是看到不断地有心血 不断地有这个新的能量迸发出来 大家听到这个现在现场的声音 它已经越来的越大 其实呢都是书展的人潮 还有呢其实书展它也是一个good business opportunity 其实台北国际书展就是台湾向全世界 讲述我们台湾故事的第一站 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历史的文化的 还有呢还有我们新的这些故事 都不断地诉说出来 而且透过各种的转意各种合作的机会 它都会在这个书展里面发生 慢慢地延伸向这个世界 让大家更认识台湾台湾的这个故事 台北国际书展20号到25号在世贸易馆展出 来自34个国家与国内共509个出版单位 公司参与亮点齐发 像是主题国荷兰采用可回收材料打造绿色展场 周围环绕复制真本古地图 公民书区把旋转木马 咖啡杯 海盗船 云霄飞车直接搬进书展 带给大家充满欢乐氛围的独自乐园 数位主题馆邀请读者透过亲身互动 打造专属于自己的冒险之书 先一开始进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点击进到我们的森林里面 那我们要进到这片森林的话 因为不太确定它会有什么样的挑战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在每一个选项中 去找寻我们的能力跟冒险 然后希望可以在最后打败魔龙 然后我们就即将开始成为未来森林的勇者 然后当我做完这些选项的时候 AI就会开始分析我的书本的内容 以及我的封面 然后如果我们有输入我们的email 那我们所有的内容都会在十天后 上架到电子书的平台 让观众可以去领取看到它的完整书封 主办单位为鼓励民众进场 推出多项优惠 包括展场门票全额抵佣金 用文化币赠点 高铁票免费入场 以及消费满额送好礼筹集票等 邀请民众参与一场盛大的知识饗宴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设嫌清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佣值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一大早金融港雾茫茫一片 原本作业区完全看不见 上午7点就起了大雾 能见度不到200公尺 金融港区管制中心判定 宣布船舶在7点05分开始 禁止进出 因为受到农物的影响 经本港塔台管制园 目视结果发现 已达到农物管制标准 也就是说 金融港的东防坡体的红绿灯塔 已无法目视得到 两地的距离约220公尺左右 所以就开始进行传播的管制 从早上7点05分开始进行管制 一直到早上8点04分 因为农物已消散 所以解除管制 在这一段管制期间 总共受影响的传播 总共进港传播一艘 好在到了8点05分 农物逐渐散去 不过金融市区还是雾茫茫一片 刚好是大家的上班时间 不管骑车或者开车 都只能小心慢行 金融的天气说变就变 连续好几天都是大热天 22号一大早就起了大雾 然后飘起小雨 这两天天气非常好 再晒衣服一下就干了 可是刚刚早上起来7点以前 看起来还好 以为是下午会变天气 结果没想到突然起了一个大雾 本来是穿短袖 现在又换成长袖了 就怕家里的衣服没有办法晒干 民众打开除湿机 赶紧烘干衣服 接下来天气变化大 民众要特别留意 记者黄稍民基隆报导 市长真的很希望改善 不止我觉得不只是 您的成长环境 其实还更多的是 你们不管教育 还有我知道最近 暖暖学碰到很多小朋友 有一些被霸凌的 他也很烦恼 类似像这样的问题 你们有没有觉得 可以提出来的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亲自和10位高中生 进行深度对谈 同学们把握机会 上所预言 他什么密室逃脱这类 比较心理的 就是我希望市政府 可以与时俱进的感觉 像是跟近年轻人的 就是年轻人会有些 比较活化的一些游戏设施 然后像是 我知道基隆有许多的 像是年轻人喜欢 文青空间之类的感觉 会有种觉得 比较文青 是比较适合年轻人 像是基隆 我觉得基隆有很多的咖啡厅 其实是很适合发展的 但是我觉得 可能对于咖啡厅的宣传 可能就是不造物 就是可能民众 比较不会知道 基隆有哪些地方好的 可能咖啡厅 可以让年轻人去使用 就是我觉得在推广这方面 其实也可以做更多的 相关的动作 身边有些同学会去健身 或者是跑步机什么的 然后他们会去国立运 那个 这种私立的运动中心 运动中心去练习 但是他们好像说就是 器材有一些老旧 可能会故障 或是那个游泳池 游玩 然后身体会有一些不舒服 或什么的 然后看可不可以有改进 那个你刚刚讲的那个 运势逃脱的 我觉得其实很棒 因为像其实在上班的 上班族都很希望 上班的空间是很自然很活化 要有隔板的 跟你们图书外想法是一模一样 只是我们要找地点 他们在共享空间概念是一样的 可能一个大藏圆圆妥形的桌子 每个人可以互相电脑 弄一弄书看一看 而不是传统的这种牌法 把一些空间可以做一些活化再利用 空间的活化 做成文经的空间 或是一些老屋可以整修成 很棒的这种咖啡馆 类似这样子的 这种就有时候 它是一个招商的概念 不是说都是工部门去做 那有一些是业者看到这样的 就是年轻人有这样的需求 然后他来愿意把这些空间 把它做这样的一个经营 那刚刚副市长就指示了 我们会去跟我们市府 其他的单位一起来联系 把这些有可能可以发展的空间 把它整理 同学们肯定市任服务举办 进入教育好声音座谈 对谈中 学生们针对包括推动剧场文化 K住中心 争取练团空间等议题提出的看法 一个礼拜练习两天 那我两天你真的介绍投诉 团练的时间不够空间不够 对然后加上其实我们去音乐教肢的话 我们音乐教肢在四楼 然后楼上又是美术班 那即使我们已经在放学时间了 那美术班可能想说 有点连感 那我们还是会被投诉 对所以我们可能就是 只能去到台北市的念团吃 对对对 就是我们在学校可能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高二的话 会接触到一些电吉他的故事 那就是不单单只是吉他 家人的读书空间 我觉得我希望可以在 就是像 希望可以就是有文化中心的读书馆 因为他其实已经整修了 蛮长的一段时间 那其实蛮多同学 我身边的同学都跟我讲说 能不能跟市政府不建议说 可以起早的让他进早完工 然后赶快开放 就给大家一个可以读书 然后做报告的时间 要不然如果每次都需要去 星巴克或者哪里 毕竟他也花钱 然后也有时候有点吵 所以希望他可以就是赶快开放 然后再来还有提到公车安全性 因为真的恶性人比较多 所以每次要上下课 大公车的人都蛮多的 然后如果这样太急的话 公车开的时候会比较不安全 那希望就是可以再多开一点班次 在上下课的尖锋时段 能够多开班次 然后就是让比较多学生 可以安全通勤这样 国中的同学能够留在在地 比如说各个现在在场所有的这些学校 能够在地就读 那在地就读将来 像各位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 就算到不管台湾哪里的学校 去读大学 然后你们还是基隆的孩子 然后有问题 还是可以反映给基隆市政府 正对学生提出的诉求 副市长邱佩玲 教育处长杨贵杰 陪同的教育处 副处长科长都仔细回复 我觉得学生是基隆的骄傲跟希望 我们的希望在下一代 那从他们的反应当中 我觉得我们学很多 因为很多事情真的我们在这上面是看不见的 刚才尤其刚刚同学讲说 寄望四个月的开会 那没想到市政府真的做到 我都觉得我要掉眼泪了 我觉得是我们跟他学习 他对这个会充满这样的期待 我们在市政府的这种行政长官 应该更努力 更加油一点 才不会辜负学生对基隆市政府的期望 第一次的问题 我想他们都得到完善的解答 那这回又提出很多新问题 我们会努力去帮他们克服 也希望学生在基隆有更好的环境 不会输给台北、新北跟桃园 透过双向的沟通交流 副市长邱贝林表示 很开心能够听取大家建议 政府将会折成相关单位 逐步的落实推动 希望让学子能够留在基隆 安心就学 记者黄少鸣基隆报座 在基隆有更好的环境 在基隆市营养师工会号召下 特地到基隆火车站南站广场跳舞快闪 基隆市卫生局长张弦正也融入其中一起跳 感谢营养师们在医院、学校、团善 以及长照机构和保健食品业等地方 为大小朋友们的食安健康把关 基法通过了国民营养法 那希望也借由222这个营养师节来提醒国人 就是可以有任何的营养需求问题 都可以寻找专业的营养师 那不管是在社区、学校、长照、医院等等 都有专业的营养师在这边做提供咨询 那也希望透过这一次的222营养师节活动 来宣导希望我们国人可以注重营养的均衡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朝着高龄化的社会 有一个健康的生活 在去年通过了国民营养法 那在基隆市政府的我们跟议会的合作之下 也在去年修订了我们的营养午餐自治条例 在这些脉络之下 营养师可以帮助我们 不管是在健康的、肥胖的、年老的 可能有一些肌少的 然后或者是衰弱或失能的 不同的族群 他们都可以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市民更营养、更健康 谢谢营养师 本身也是营养师的基隆市议员许瑞慈也特地赶到现场为营养师们加油打气 一起庆祝营养师节 强调营养师式食品以及营养医学的专业医疗人员 推广正确的营养饮食知识和观念 同时在疾病预防、治疗、营养教育、健康促进以及延缓老化和失能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感谢营养师们的努力和奉献 营养要把关 你我都心安 赞 瑞子本身也是身为营养师 那我今天也要非常感谢卫生局局长的支持 以及我们台铁的支持 来祝福我们营养师的所有伙伴们 他在照顾我们的国人的健康 尤其是在学校、在团善公司、甚至是医院 为我们民众的健康把关是不遗余虑 在这里瑞子要非常地祝福大家 那营养师节快乐 2月22号是营养师节 基隆市营养师工会特地在基隆火车站南站举办这场跳舞快散活动 并且和现场民众互动玩起小游戏赠送购物袋 台铁公司基隆火车站和基隆市卫生局以及市议员许瑞茨 也互相感谢大家一起促成这场营养师节的庆祝活动 那也希望日后我们台铁车站能够持续地跟瑞茨一座 议会尤其是我们瑞茨一座 跟我们一起努力照顾市民的健康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在失智据点工作人员陪同下 轻度失智的阿姨及叔叔不但要招呼上门的客人点咖啡和点心 也要小心翼翼端着已经准备好的咖啡和点心送给客人品尝 基隆市迈入超高龄化社会也就是每五个人就有一位65岁以上的长者 长辈失智的问题也将增多 因此伊甸基金会基隆区特地结合新义区义四路一家咖啡厅业者 让轻度失智长者们到店里面轮流坐一日的外场服务生接触人群 提升自信心也减缓退化 那所以其实在据点里面我们就有这个练习 让他们练习煮咖啡啊 虫泡咖啡做蛋糕啊做糕点 那也让他们到社区去做一些分享 那慢慢的在这过程中 他们就也培养了自己很多的一些自信心 那也懂得怎么样去跟人家互动的时候不会太害羞 那也勇敢的去表达自己 那所以在我们今年就开始规划希望他们可以走入社区 并且呢借着跟社区的互动让我们的社会大众更多的了解 其实我们轻度的失智症长辈其实可以透过一些互动 可以让他们延缓他们的失能状况 那也希望说透过在社区的互动呢 也可以让更多可能目前还也已经处于失智症状况的人 那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联络 我们共同来为长辈我们来付出我们的努力 那我们也希望说借着这样子我们未来呢可以走到社区去去 看看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餐厅呢或是咖啡餐厅的 可以跟我们做一些合作 然后让他们更多的机会 可以在我们的这些咖啡餐厅里面呢去做一些服务 那把他们做一些展现 咖啡厅老板表示他们很乐意和医店合作 让轻度失智长者来体验咖啡厅外场服务员的工作 只要是能够帮助到长辈 我们店内其实平常会来的客人 大部分的年期都是中老年人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跟他们聊天 或是帮他们服务的时候 其实有发现现在的社会都是已经是高龄化 但是他们却对于我们年轻人的文化 或是社会是有点隔阂的 常常会听到他们会说跟家人啊 年轻人会有什么争吵啊 或是是想法不同 我都会给他们不一样的建议 我也是觉得说如果多一个场合 能让老年人更有自信 可以在七十或是八十岁的时候 还是觉得我自己是很有用的 我觉得对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所以才愿意听到伊甸有这个计划的时候 是很愿意以及乐意帮忙的 张哲门的服务也都获得客人们很不错的评价 对于伊甸基金会基隆区的新做法 辅导师至据点的主管机关 基隆市卫生局也觉得很棒 未来可以多加推广 因为我还跟阿嬷确认了一下说 我点的是热咖啡 阿嬷就说对啊是热的这样子 所以这个过程让我们刚讲的 动动脑袋然后动手动脚 然后做的这个过程又更能够练习 而且有更多跟人家接触的机会 那所以我们就会有更多的社会接触跟舞动 那这个也是我们社区据点 在照顾认知功能退步过程中的长辈 在努力的方向 那虽然在据点里面就可以 有很大的程度可以与人互动 然后有可以达到这些目标 但是出来外面又可以让这些 在适当的支持下面 然后又可以让这些的练习的过程 体验的过程 发挥的过程都更进一步 有社会参与 然后自己也觉得很有意义 很有开心 然后会保持进步 然后延缓退步 幸好店里面有两只老板饲养的店猫 不怕生相当亲人 也让体验当服务生的长辈们紧张时 偶尔可以摸摸猫咪 来减缓紧张的情绪 放松心情 体验好自己的工作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真的是自身在美丽的仙境里面 自身花海中 宛如人间仙境 我还是第一次来 人间仙境的感觉 那真的很难得 民众口中的仙境 是七度农友陈德朗所培育的秘密花园 以新一花为大宗 每年过年后 乍暖还寒时盛开 主人说 今年开出上万朵 远胜前两年 从山下望上去 煞是美丽 今年的雨季 天气比较好 所以它开的比较多一点 应该有三万朵 到上面还有两种有高杯低杯 还有白色的 西新培育新已花20多年 历经多次失败最终成功 一直到现在 德朗大哥依然在进行花种结枝 是成功的一个例子 像刚刚那个是小小的枝干就哭起来 像这个就已经哇长长了 那可能再过个两年 差不多就可以开花了 天天看啦 来拔菜就看花 都心情很好 这个新一花 在我们这边真的是少之又少 它还有一些特殊的功效 它是一个要用的食物 那我们想要请那个 德育食品系管理系的教授姓蔡 他有心想要把这个东西去提炼成精油 那我们是不是看能不能把这个新一花 在它发泄了之后呢 再做一个利用 那成为一个产品 再扩大它的一个附加价值 那今天真的很幸运 真的我们来也没有下雨 看到满山满谷的那个新一花 各种颜色还有茶花的秤店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除了新一花外 园内还有各式各样的茶花 其中一颗黄金茶花 各人是开满整树 金黄色的花朵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非常耀眼 德郎夫妇欢迎民众来赏花 想赏花的民众 要好好把握这两个礼拜 但请记得事先预约 以免扑空 新一花的秘密花园 记得在产阵 基隆报导 哇 好高兴哦 拿着只有正式开议时 议长可以拿的议事锤 就给他轻轻地敲下去 不止小朋友开心 连老师都在问 敲下去真的有声音吗 元宵节快到了 刚好市区一所幼儿园 大约60位小小朋友 在园长和老师带领下 特地到基隆市议会议事厅参访 体验当议长以及议员的感觉 议长童子伟特地送灯笼 给小朋友们庆元宵 也开心地和每一位小朋友合照 更欢迎各级学校到市议会参访 从小扎根民主是非常好的公民教育 我想今天基隆市议会的议事厅 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热闹 我们小太阳幼儿园来议事厅参访 那我们非常欢迎 也非常喜欢各位小朋友 那我刚刚问大家说 大家喜欢来吗 好玩吗 大家都说好玩 那刚好元宵节到了 我们就送给大家 每一位小朋友一人一个灯笼 那来祝福大家元宵节快乐 那我们也欢迎各级学校 都可以来议会参访 从小就扎根民主素养 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民教育 我们就任以来 我们也全面开放 让我们的这个 包含我们开会的期间 也可以欢迎大一点的小朋友 也可以来直接参观这个议会的过程 不带张智的吵架 我想这就是一个民主的培养 那我们民主从小扎根 那今天看到 从那个两岁的小朋友就可以来 哇 非常的这个幸福 非常的开心 那我们也准备了 非常多的灯笼 送给我们全市幼儿园的小朋友 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元宵佳节的气氛 谢谢一家元宵佳节的气氛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港西国小幼儿园的小小朋友们 开心的轮流讨抱抱 是为了哪装 原来是基隆市议员张炳君叔叔 带来十下小小朋友们 最爱的库洛米 美乐蒂以及奥特曼等卡通灯笼 一下子就掳获孩子们的心 你为什么喜欢库洛米 因为我喜欢粉色跟紫色 所以我喜欢美乐蒂 为什么喜欢美乐蒂 因为本来就是喜欢美乐蒂 因为美乐蒂很可爱 港西国小校长也非常感谢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的贴心和用心 带来小小朋友们的最爱 让孩子们欢度元宵节 非常感谢我们张炳君一座 所以我在云霄之前特别带来 可爱的小地灯 让我们每个幼云孩子 每个人都有一个 而且还有分男的跟女的 不同的创意的灯笼 在这边非常感谢 其实云霄雪快到了 那小朋友最喜欢的就是拿着灯笼 那现在其实有很多多样灯笼 不管是龙年造型的灯笼 圆形的 那炳君也特别准备了卡通造型 尤其是当下小朋友最喜欢的 三立后家族 比如说奥特曼 酷酪米 或者是像是美乐地等等的 这些都是小朋友最喜欢的灯笼 所以今天特别来到了港姓国小 也把这个欢乐带给了这些小朋友们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圆小景 孩子们实在太开心了 不断轮流讨爆爆 始料未及 张炳君表示 感谢自己子女和侄子 让他了解到时下小小朋友们 最喜欢哪些卡通人物 才能发想送出这些卡通灯笼 让孩子们真的开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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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短时间就会让人同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3 带用电热水器 那可讲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设嫌清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中结者 能够讲提醒您 屋外是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能够讲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警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瘾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用人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